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META的欧盟订阅看起来贵得可疑 英格兰的跨性别医院患者将被禁止进入 仅限女性和男性的病房 尽管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但中国战队在亚运会的电子经济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美国制造的枪支为卖点 乌克兰前线士兵担心可能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 智力失落的部落庆祝期待已久的认可 等等 请大家收看 META的欧盟订阅看起来贵得可疑 路透观点 META前身为Facebook正在考虑向Instagram和Facebook的 欧洲用户提供付费订阅选项 以回应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相关的欧洲法院裁决 该裁决指出 如果同意数据收集是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条件 则其无效 因此 像META这样的公司 必须提供其服务的付费版本才能获得有效同意 据报道 META告诉监管机构 它将对没有广告的任意服务的桌面访问 收取每月约10.47美元的费用 对于额外的关联账户 将额外收取6.29美元的费用 对于移动访问 价格将上涨至每月13.61美元 然而价格远高于META的每用户区域收入 有多少用户会选择注册付费版本 还有待观察 英格兰的跨性别医院患者将被禁止进入 仅限女性和男性的病房 微报 根据卫生部长史蒂夫 巴克莱 Steel Barkley的说法 英格兰的跨性别医院患者将被禁止在 仅限女性和男性的病房接受治疗 巴克莱在保守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还表示 患者要求由同生理性别的人提供亲密护理的要求 将得到尊重 他补充说 NHS章程将在协商后更新 以反映这些变化 这些提议受到倡导女性专用空间的活动家的欢迎 但受到LGBT家活动家的批评 尽管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但中国战队在亚运会的电子经济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南华早报 中国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四枚电子经济金牌 中国的成功为中国游戏迷提供了推动力 尽管北京对该行业持消极态度 但他们仍在寻求对自己的爱好的认可 电子经济的受欢迎程度在奥运会上显而易见 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参加了比赛 为参加电子游戏的团队加油 以美国制造的枪支为卖点 乌克兰前线士兵担心可能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 CNN 乌克兰的士兵在小型武器方面 特别是突击步枪和机枪等方面 严重依赖国际军事支持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支持 国会决定通过临时资金法案以避免政府停摆 但没有为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 这一举动在乌克兰引起了警觉 并表明美国的支持可能会随着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转变 文章强调了美国支持的重要性 以及如果乌克兰失去这种支持可能带来的后果 智利失落的部落庆祝期待已久的认可 未报 曾经居住在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塞尔克男人 已被国民议会正式承认为智利11个原始民族之一 塞尔克男人在19世纪面临入侵农民的迫害 酷刑和谋杀 估计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 有5000名土著人被杀 承认塞克兰的决定 消除了在2017年智利人口普查中 宣布自己是塞尔克男人种族的1144人的不确定地位 塞尔克男人现在被听到是一个民族 可以恢复他们的身份 而不会受到指责或驱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其中包括Meta前身为Facebook 考虑向欧洲用户提供付费订阅选项 以回应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裁决 英格兰的跨性别医院患者将被禁止进入警线男女的病房 中国战队在亚运会的电子竞技比赛中表现出色 乌克兰士兵担心可能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 智利的塞尔克男人终于获得了证实的认可 对于Meta考虑提供付费订阅选项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回应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裁决 要求公司提供付费版本来获得用户的有效同意 这也是保护用户隐私的一种方式 不过Meta提出的价格确实有些高昂 是否有足够多的用户选择注册付费版本 还有待观察 关于英格兰的跨性别医院患者 被禁止进入警线男女的病房的问题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保守党的提议得到了一些倡导女性专用空间的人的欢迎 但同时也受到了LGBT家活动家的批评 这是一个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 希望相关方能够妥善处理 中国战队在亚运会的电子竞技比赛中表现出色 这为中国的游戏迷们带来了喜悦 尽管北京对电子竞技持消极态度 但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仍然热爱这项运动 并为参赛队伍加油助威 这也反映了电子竞技在全球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乌克兰士兵担心可能失去美国的军事支持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乌克兰在小型武器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军事支持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支持 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也提醒我们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最后 智利的塞尔克男人获得了正式的认可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消息 塞尔克男人在历史上曾受到迫害和屠杀 现在他们终于被国民议会正式承认为智利的原始民族之一 这一决定使塞尔克男人能够恢复他们的身份 而不再受到歧视和驱逐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 接下来 我非常期待听听大家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各种简 çalış